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 住建部部长王蒙辉表示 将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 力度不松进 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而民政部部长黄树贤表示 社会救助资金提高到2500亿元 住建部部长王蒙辉在回答本台记者针对目前房地产形势的提问时表示 国内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已经得到有效抑制 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稳定 预计今年四季度全国房地产市场延续成交量增速回落 成交价格趋于稳定 全年能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他也透露住建部正在进行12个大中城市住房租赁试点工作 支持北京上海积极探索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并在抓紧推进住房租赁市场的立法工作 下一步我们还将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 力度不松进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特别是按照这次总书记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所以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构租并举的这么一个住房制度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则针对兜底保障表示 社会救助是扶贫攻坚的兜底保障网 民政部全面完善救助保障制度 各级财政用于社会救助的资金已经提高到2500亿元 近6000万城市低保和特困民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近年我们还大幅度的提高重特大自然灾害 应届救助 各度起的生活救助 和导选民房恢复重建 等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 这是大幅度提高 有的是反了一反 国家卫纪委主任李斌则特别介绍卫纪委将要发出的大礼包 就包括要实现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权覆盖 贫困家庭慢性病家庭老人家庭重点覆盖 着力解决好农民工等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问题 扩大集中救治大病范围 弥补儿科妇产科麻醉科人才短缺的短板等 凤凰卫视梅宇晨及叶博健北京报道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今天在19大新闻中心记者会上表示 过去五年是教育中国特色最鲜明的五年 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卫明 则表示养老保险基金支付难题 目前正在做出应对 教育部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最重要的成效是利得数人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小培养学生革命理想高于天 这五年我们坚持和加强党队教育工作的领导 引导教育战线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工程来对待 陈宝生指按照习近平的报告 到2049年中国的教育将稳稳站在世界中心 引领世界教育发展 中国的标准将成为世界的标准 不过目前中国却还不得不面临着 每年有两亿六千万学生在校的现状 还有不少的硬骨头要啃 陈宝生说自己的哑口还行 陈宝生指过去五年里 中国政府对教育的年均投入 已经有两万亿元人民币突破三万亿 并直币四万亿 针对矛盾集中的环节 分学段做好了顶层设计 2020年要建立起中国特色高考招生制度体系 义务教育入学率要提高到95% 入学前教育毛入元率要达到85% 今后的改革还要向农村困难群体 薄弱环节倾斜 人设部则指过去五年就业成绩亮眼 各项社会保障水平也在提升 不过老龄化速度加快 持续高峰时间长 带来迫切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 和可持续发展难题 这个也是19大报告里面 这个提出的 要尽快实现 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明年我们就会迈出第一步 就是先实行 基本养老金 中央调基金的制度 能够这个在不同地区之间 均衡这个养老保险的负担 将基金委托运营实现保质增值 以及以国有资产进行充实 也在推行中 凤凰卫视陈林 叶博健 陈奇北京报道 19大报告当中提出 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 如何满足人民新期待 在今天记者会上 五部委介绍了保障改善民生的有关情况 继续看看特派评论员杜品 从北京发挥的19大观察 中共19大报告里面讲到 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这个主要的标准 就是主要矛盾的转换 也就是说 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使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好像遇到了一些障碍 那么所以将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 就是让自己发展的水平跟人民发展的 对生活的要求 基本上保持一个平衡状态 那在22号举行的记者会上面 有五个部委联合举行的记者会 我觉得他们对新时代的要求的理解 可能比一般人更加的清楚 主要原因是他们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 非常大 而且对未来工作的要求也更高了 包括比如涉及到民生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 首先包括比如教育的问题 现在教育 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幼儿园 我想就是各个方面都还需要做更多的改革 特别对现在的年轻的这个家长来讲 他们希望儿童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幼儿园 这方面很能解决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这个医疗问题上 医疗问题上过去很长时间里面 存在的很大的问题 就是资源配置不够均衡 这就是讲到的就是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一个非常特殊的表现 意思就是说很多的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里面 那么在大城市里面的看病可能比较容易 但不见得又那么容易 特别是对那些不够发达的地区 不够发达的省份 那么因为资源不够 所以他们的医疗水平很差 看病还是很困难 那将来怎么解决 就涉及到很多的一些资源的配置的问题 住房的问题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之一 但今天在记者会里面呢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就是住房问题怎么来解决 虽然在过去五年时间里面 或者到现在为止 一线城市的这个房价可能有所回落 但是呢 你这个时间能不能持续下去 能不能够让大家真的够买得起房子 住得起房子 这一点估计可能还是一个未解之数 还有涉及到比如就业的问题 也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现在经济这个增速在放缓 但是呢就业的人数要再增加 每年有1500万人要就业 其中800万人都是大学毕业生 他们需要更好的工作 对一般的工作还不够满足 不够满意 所以你怎么样来创造这样的就业机会 这对政府来讲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所以我个人感觉到 在22号的记者会里面 所有的部长都感觉到目标非常的清楚 目标很远大 但是呢怎么样的实施 我觉得他们心中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对政府来讲 他们不敢懈怠 这是凤凰卫视特派评论员杜平 从北京发挥的19大观察 再看香港方面 为了能够顺利在本月25号开始辩论 一地两检无约树立的政府议案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在立法会提出 终止审议有关楼市蜡招的印花税修订条例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 先辩论高铁香港段一地两检议案 不会对楼市产生影响 而有关调动也是为了高铁 在明年第三季通车前确保通关安排 香港特区政府18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提出修会待续议案 终止审议和楼市蜡招有关的 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 以便立法会可以如期在25日 开始讨论一地两检议案 有立法会议员在一个论坛上表示 暂时不讨论印花税条例草案 对楼市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此次的议程调动 也是希望方案能在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明年第三季开通前确认通关安排 我再三重申 这个调动议程 也都是按照客观上面那个时间的需要要做 但相对来说 我们如果这个调动议程是可以确保到我们 这个高铁是预期是2018年第三季通道车 不要再有一个所谓推倒重来的风险 就是我们不希望我们花了这么多功夫 去做了这么多的事 可以每年省到3900万个行车小时的高铁工程 最后要推倒重来 同样出席论坛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刘建宜表示 过去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内不停拉布 再加上草案一旦进入全体委员会阶段 议员就可以无限次发言 如果政府不调动议程 草案就难以在明年三月完成审议 认同政府目前的安排 方王卫视诸贺香港报道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承认 特首办正在向前财政司长尊俊华 索取有关他离任之后 为香港电台录制节目的资料 张建宗强调 已经离任的官员参与其他工作 要遵循既定的机制 政府索取资料只是为了用于判断 是否需要申报审批 避免出现利益冲突 对于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为香港电台主持一集节目 没有收取报酬 也没有向前任行政长官 及政治委任官员 离职后工作咨询委员会申报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 政府有既定机制处理离任官员 参与其他工作的事宜 目前正向曾俊华索取资料 看是否需要经过申报手续 以释除疑虑 保障双方利益 保障双方面 第一是保障我们公众的利益 政治文责官员 不要有所谓的利益冲突 利益之后 第二是保障官员本身 让他们也意识无虑 因为市民对于高级的官员 特别是文责官员来任之后 他一定是疑问的 张建宗在星期天出席多场青年活动 他重申本届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发展 由他本人任主席的青年发展委员会 将在明年上半年成立 统筹青年的三业三政问题 也就是学业就业制业 论证议证参政 通过青年自建计划等等 把青年的声音带进政府的决策层 他还说中央政策组也会改组 成立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 以非公务员合约形式 公开招募20至30位青年担任全职顾问 在统筹及研究方面提供意见 凤凰卫视魏影音向报道 在台湾国民党布局2018的选举 现在爆出要推派蒋家第四代的立法委员 蒋万安来参选台北市场 对此蒋万安表示 他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但是有学者说 蒋万从政的资历不足 加上官二代的形象 恐怕会带来考验 2018选举国民党积极争取收复台北市 近日传出基层力推蒋家第四代 也就是蒋经国数子蒋少颜的儿子 现任立法委员蒋万安出征台北市 我对于2018选举 目前没有任何的规划 那重心还是放在立法院 但是我一直抱着 就是说对于未来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是持开放的态度 蒋万安现年38岁 律师出身 2016年首次参选立委就当选 近日又当选国民党中常委 并被党主席吴敦毅任命为智库董事 政治行情看长 蒋万安的确实是一个还蛮优秀的 我觉得他基本上第一个很年轻 然后相貌堂堂的 整个对女性的选民也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但他有一些缺点就是说 他本身来讲因为毕竟从政时间比较短 那他在社会的经验在累积方面 那这一方面也会相当的不够 蒋万安是否参选台北市长 吴敦毅不会言是评估中人选 一般认为在选民结构蓝大于绿的台北市 国民党有机会一搏 但现任市长柯文哲执政风品不错 若国民党推出的人选 无法摆脱为人诟病的官二代和权贵形象 将不利选情 凤凰威胁蓝金图陈文堂台北报道 那这些华文就到这 感谢您收看 更多资讯可以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